雪厚的全新的一天 红双戏 forever baby 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玩人 唐大叔 今天为大家带来呢 第一期的唱谈吉普 按照约定呢 唐大叔呢 把以前大家问过我的一些问题 重新拿出来 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问题 是来自张孔 张孔同学的 唐大叔你好 我是在微信里刚加你的小张 我要打算入手一部 Grand Cherokee就是家里开 家庭开 我家住纽约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 Lerado Limited Overland Altitude 他们翻译成汉语是什么 他们的配置有什么不同 还有就是年底了 Jeepe Grand Cherokee 有没有大优惠 我准备四万美金上下的样子 谢谢你 太多问题了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首先 美国和加拿大有些叫法 并不完全一样 但基本上差不多 当然详细的 其实这个中文名字 我不知道是个人兴趣的关系问 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因为美国 他住美国嘛 这个小张同学 我住加拿大 那车型的话 中文名字也没有个标准说法 因为中国不这么叫 对吧 什么领航版 还是什么那些 那唐大叔就用自己 对吉普文化的理解 还有自己的 对车型定位和感觉 我给他起了一些名字 Lerado呢 他是这个 我之前翻过雷什么图泽小镇 当然这里带一句就是 大窃的命名全都是有一点爬山的意思 Lerado还基本上是小镇平地 对吧 那也就是 suggest 我们这个平地开开 各方面不错 接下来咱们晃着晃的呢 那就跑到了Limited Limited的感觉呢 很多这种叫法 一般感觉 哦 限量吧 Limited的 好像很高大上了 已经 那其实实际上呢 还是讲的一种 这种Limited的对吧 这种用法 还是可能在城市里面 虽然高大上呢 基本上还是在城里晃 没出 没出门呢 没出远门 那接下来再晃着晃着 就变成越野之音了 这个名字 立刻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哦 这已经是越野了 对吧 那有升降 这个和overland 那唐大叔自己的翻译 是做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overlanding呢 这种是一种 这种文化越野池中的 一个分支 越野我们有这种 像玩木马人 还有一些皮卡 这种比较hardcore一点 就是硬派一点的越野 爬石头啊 什么 另外一派越野呢 就是平原越野 或者是有些overlanding 去非洲大草原啊 这个做一次未知的探险 反正车上都经过一些 小改装 可以住人可以煮饭 带上东西就可以 可以走了 但这种一般是各种路况都有 但是遇到这种高难度越野的情况 会相对少一点 所以呢 overlanding已经可以做这样的探险 当然summit又说到登顶 那登顶呢 呃这个名字还是挺爽的 唐大叔大家知道 而且这一阵子对这个高海拔越野比较着迷 所以这个summit还是挺牛叉的一个感觉 对吧 就爬到最高了 所以大家从这个名字过来 从雷洛多小镇嘛 到雷洛多小镇 终于这个变成爆发户了 开上限量版Limited了 然后再晃着晃着出去 村外面去越野了 变成越野之鹰 然后又觉得不过瘾 做一次所走的探险 最后呢 终于登顶了 这一系列就过了 当然最后还有个SRT SRT呢 英文是Street Racing Technology 那就是一个公路赛车技术 那当然这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我们的挑战者啊 还有Charger Charlanger这些车都有用过 好了 这个问题回答占了很多篇幅啊 但是这个详细的大切区别 还有什么 在另外一个视频做过了 但我觉得这问题问得很细 所以我就说的多一点 具体配置什么不一样呢 看那个视频 还有快到年底了 有没有什么大优惠 大切或者吉普 旗舰车型 木马人和这个大切诺基呢 一般都是没什么优惠的 但是今年呢 像加拿大出了零利率 从8月份的 8月份左右 比较爽 出完零利率之后呢 到现在 加拿大可能美国也差不多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北美 应该还有一些低利率 零利率的这些优惠 这一个回答我相信 还是比较细的 太多问题了 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非常感谢你跟我的互动 这个张同学 咱微信都加过了 好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发小 发小同学 其实就一个小问题 能不能修复顶层漏水问题 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多人 当然不是只发小 发小同学 不是说你 而是有一些 多数是那些 不怎么了解木马人 甚至是没开过的人 可能是喜欢别的车来攻击木马人的一种说法 哎呀 木马人 这个硬顶啊 或者软顶或者漏水问题 这个好像已经在网上传的有点 一个一个 很多年都会有的一个东西 当然这个划分两头 第一的话 以前确实有过这个问题 当然最早的时候 可能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日本人有机器人坐车了 那美国 大家都知道了 比特利都是手工作车 可能从工艺的角度 确实有一点区别 那造成这种漏水问题 但是最核心的问题 倒不是因为工艺 完全是因为工艺 那最主要呢 就是大家知道 吉普是唯一的开棚四驱车 它前面有两块板 后面一大块 特别前面两块板 漏水主要讲的是 这前面两块的 Freedom Board 自由板 那它拆下来之后呢 是有个拆的方法 和安回去的方法 在那个具体的 我看能不能插个链接 好像唐大叔的那个 Playlist 播放单里面 有一个Jip How2的 那个里面 我是放了这个 是吉普官网做的 教你怎么弄 两个美女这个 拆那个板子 可以去参考一下 挺养眼的 好吧 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这了 如果你方法不正确 你有可能把这块 Water Seal的这块东西弄坏 或者装回去的时候 顺序反了 或者装的时候暴力怎么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坏掉了 那怎么办 坏了 其实是个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小的问题 去弄一条这个 重新弄条防水条就好了 然后以后用正确方法装 所以呢 这不是问题的问题 但是呢 不是针对发小同学 是说太多人问了 所以是非常好的问题 咱们在这呢 做一次这个解释 好了 下一个 唐大叔你好 很喜欢你做的视频 大切这两年 也比较少有中文的翻译 我准备换车了 看了很久 喜欢大切但老师网上说很多问题不推荐买 所以就特别纠结 我平时就在城市里开一年大概6万麦左右 6千麦左右 请问大切适合吗 好了吧 那这个呢 那唐大叔刚刚已经回答一半了 质量方面这个问题 刚刚交女朋友一样 对吧 你是喜欢他 因为他完美 还是爱上他之后 无视了那些缺点之后 也就是都是一样 可以说没有完美的车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挑你自己喜欢 那刚刚质量方面 我做了一定回答 另外的话 适合哪个车 我之前介绍过 Larido和Limited 我觉得都是合适的 Larido和Limited都买四驱的 当然看你对四驱的要求 稍稍有点能力呢 就买Limited 预算合适的话 又有PE对吧 那如果Larido的话 就是性价比好一点 那没有PE 那配置上面 我觉得有两个特别推荐 现在的车嘛 一个是天窗 看自己有没有需要 这个挺好的 大窃嘛 木马人嘛 对吧 有个天窗这种 自由一点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 刀户影像 看你是不是喜欢 一个8.4寸的 那你可以买个NIFREADY 就可以 不一定要带导航的 那个GPS导航 那个 主要是有触屏大萤幕 然后刀户影像 看得清楚一点 这样整个车感觉 大窃毕竟是豪华SUV 就比较好一点 那舒适性 甚至现在 最近下雪了这种 车的这种能力 各方面的 那全都OK的 只要是LARED 和LIMITER四驱版 都可以 好的 好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 终于有女孩子了 女孩子问的问题 JOY JOY& 李JOY JOY的问题是 没有倒车雷达 还是没有倒车影像 连那种靠太近 BBB的提醒也没有 这个也是针对木马人的 这个问题挺可爱的 对吧 来回答的话 主要是木马人是没有 倒车影像雷达或者DDD的选项 当然是不是应该有 可能我觉得应该有 但是木马人大家知道 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能拆下来 后面影像的话 这个门那一块什么都可以拆下来 那另外的话 木马人就是说 真正越野很厉害的时候 越少电子化 可能坏的时候 你这个车最后还有办法 开走也好 容易修也好 这些角度都有关系 当然另外的话 就是木马人 他75年做同一款车 他确实 我觉得这种坚持还是挺牛叉的 就是简单 所以都没有 但是呢 因为现在的需求 特别女孩子很有代表性 现在呢 副厂有很多这种 像奥派有出 现在有新的一些有出 他们一整套的东西 滴滴滴音响啊 滴滴道后雷达影像啊 这些东西全都有 感兴趣呢 都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搜一下 在YouTube或者Google里面 这个就查一下 Jeep Wrangler All Pie 然后Backup Camera 这几个关键字 应该就会跳出来一些选择 大家可以看看视频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见仁见智吧 男孩子对吧 这种车本来就是 克克碰碰的 女孩子的话 如果想要可以去装 反正多数都是在城市开的 倒也挺有用 好吧 这回答的好像有点 不是那么那个 但是大概就这意思 对吧 没有的 sorry了 但想要的话也可以弄哦 好 咱们再来 这个是Robin 崔 崔哥 崔哥的问题 请教大叔 一 2016版和2017版的 Jeep Cherokee 就是自由光 同型号的车 区别在哪里 如2016 Sport vs 2017 Sport Limited 如果和Limited 第二 我想要以配置选哪个版本比较好 天窗 Active Drive 2 还有4x4 那首先简单来说没有区别 简单来说 但是就是因为特别是这个 Cherokee 简单过一下就是它有九速变速对吧 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缺号都是同样的版本 那今年多出了个Overland的版本 工艺更成熟了对吧 用了几次之后 这个九速变速第一代的时候 我记得很多人说 这个跳档啊 乱七八糟的 好像怎么怎么样的 那我现在开下新款的 好像这些问题没有没有感觉到 所以这是一个 那更成熟 第二 如果你说硬要出去便没有 但是呢 它价格上车肯定每年都会涨价 所以呢 如果你在现在纠结现在16年底捞底的话 要找到16款有你合适的 那都可以去选 当然刚刚举的两个例子 Sport Limited 都没有太大区别的 好吧 那Limit 不细说了 不细说了 那从配置的角度的话 刚刚说到几个了 从如果你要想Active Drive 2 那Sport就没得选了 那至少到North North的话可以选Active Drive 2 那如果你要天窗 天窗要 它有一个超大天窗的那种 对吧 你有想要的话 再加上其他一些配置 甚至一些像大切上就有的 现在或者现在最新的车 最比较豪华 身上有那些 基本上360度自动停车啊 盲点监控啊 前面大眼睛那些东西 那你可能Limit的更合适一点 这些唐大叔都做过介绍 可以去看看我的Limit的那个视频 我觉得预算角度合适的话可以买 但是你要注意到 还可以 性价比还可以对吧 因为我觉得有 有时候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大切 对吧 然后自由光 如果真配到顶的话 还是挺类似的 很多科技方面的配置 但是一大一小 后来想想还真是 有些人他就是不需要大切那么大的 那所以Limit的这个 自由光 这个Chairkiff 其实就是这个选择 所以从这个角度 如果预算合适的话就买这个 如果那单纯从四驱啊 然后Active Drive 2啊 觉得各方面够用的话 那就可以这个选North 然后把这些选项选上 如果真的喜欢这个车 还是喜欢周末出去玩玩越野那些的话 那干脆Trail Hawk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插一具2.4和3.2的引擎呢 如果你四驱的话 我建议还是选3.2 这个引擎真的不错的 那如果是一个人平时也不装人 也不装东西 就是多点能力 不要经常被卡住 像现在下雪了 很多人就开始关注这个四驱的话 那就2.4四驱也可以 那这个Sport都可以选的 这些都可以选 好吧 Active Drive 2就是多了一个这个低速四驱 这是一个硬件的东西 那能力更强 另外的话 这个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这个 简单说的话 就是更好的四驱了 那如果是Active Drive 1的话 那就是还是这个有四驱能力 该用就用了 反正还是比这种两驱要好一些 大概是这样子 那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回答过 但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是个建议 今天我准备就在这结束了 但是将来的话 这个是Zack Zoe 他的问题 他大叔聊点坊间流传的 Jeep八卦吧 有些不知道真假 比如开不坏的叉叉 修不好的切诺机 那这个问题前面 唐大叔已经做过一点说明了 这种传呢 都是以前 对吧 传下来 以前那些历史原因 唐大叔说过 但是呢 我觉得这倒挺好 作为结束语呢 大家这个 可以这种 有什么 这种 怪了巴基的问题 或者有一些什么想法 这种 对这个节目 因为我们是畅谈吉普 所有相关的话题 咱都可以聊 那都可以像这个Zack同学 这样子 给咱们提意见 好吧 第一期结束之后呢 大家踊跃的在下面 帮唐大叔留言 提问题 然后对唐大叔 这次回答的一些东西 也给点反馈 然后对这个节目形式也好 什么好都可以 留言之后呢 就变成我们将来的一些内容 当然唐大叔有一些 自己想讲 但是如果有些 大家感兴趣呢 就会以大家感兴趣的 为优先 我记得没错的话 所有给我曾经留过言 不管说什么东西的 我都有本人 这个给大家回的 有一些回答比较详细 那慢慢的 如果是问题类的 或者是一些 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我都会把它变成 这个畅谈吉普的 其中一个专门讲的 像Q&A的这种环节 那个 如果还没有订阅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觉得这次节目还不错呢 这个节目形式也好 内容也好 记得给大叔点赞 如果觉得不咋地呢 给大叔留言提意见 不要点差评 当然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在BC省 或者在温哥大 这个温村地区 需要买吉普的话 或者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找唐大叔 另外的话 很多人都叫我微信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如果你在本地呢 想约唐大叔 这个咨询也好啊 想试驾也好啊 什么都好 可以用我这个频道 其中一个链接 是可以直接跟我预约的 好吧 那个东西我也在试 因为有时候忙起 乱七八糟的 时间上的东西 那通过那个可以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跟我去预约 当然呢 如果喜欢用微信的朋友 就直接叫我微信了 联络方式都在旁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白石木 唐大叔 好了 我下回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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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